大家好,我是Steven 那今天我要为大家讲一个东西是database有关的 通常我们在程式上面我们会用到一些database 那在我们过去写Java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用像Hypernet或者是一些其他技术 来帮你们从程式面去产生资料铺相关的table schema 那我今天的议题主要是在怎么维护这一份schema 首先我们要先讲一下continual integration 那在这一块上面我们通常是有需求开始 然后分析完需求后我们做开发测试 那如果测试上有bug或者是issue 那我们就会经过一些回馈的机制 那重复这个循环 那在这个循环里面通常我们会遇到几件事情 就是我A同事跟B同事出于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的资料库上面的结构可能会不一样 甚至是我可能今天新开了一个栏位 或者是遇到有bug的时候 我需要把我的资料库做rollback 那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让大家可以同步的使用这些资料 首先如果我们以传统的东西来看 这是一个JPA的程式面 那在上面我们会定义entity这个东西 接着你会设定几个你想要的栏位 像是ID或者是你需要的其他的colour 当你这样子设定好以后呢 那如果你透过像hypernet或者是springboot 你可以设定那个hypernet.dbl auto 然后去设说你要create还是你要update 那当你设好以后呢 你就会得到下面这个table 它就自动帮你在程式执行的时候 产生一个跟你程式所预期的资料库栏位 像这个翻例的话是给一个ID跟一个name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 那接着呢我们会再增加一些新的栏位 像是我再多加了一个edge 那一样你在程式再重新执行以后呢 你就会多得到一个edge的栏位 好那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程式有问题 我要rollback 回来的东西是什么 在hypernet里面啊或者是JPA里面 你如果今天程式有问题 你把你的程式买回复到上一版 好再重新执行 的确它会帮你去做一些新增栏位 或者是异动栏位的动作 可是那些原本已经增加的 像是以范例来说edge 从有到没有 资料库还是会有那个edge的栏位 它并不会把你拿掉 那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麻烦 像是你会把concentrate在上面 你会加一些新的栏位 那到最后这些栏位都不知道怎么去maintain 它变得是一个站在你资料库里面的一个站位的空间 那今天呢 另外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些工具 这些工具都还蛮久了 它有一些例子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liquid base 另外一个是flyway 这两个目前都在java这一块还蛮有名的 那我今天会偏重在liquid base这一块 首先呢 liquid base呢 它支援四种格式 就是从左上角的xml档到最下面右下角的原本的cq档 它都可以支援 只是你要在上面加一些额外的format 让它可以去辨识它 那第一个步骤呢 你会先建立一个所谓的genylog的档案 增加这个档案的目的是 就是让liquid base知道说我的程式 我的那个schema 从这一次的变更就要开始了 那接着呢 你会在内容里面增加trunch set 主要是给定一个ID 那接着你会把你这次想要做的事情 写在trunch set里面 像是你要create table 接着呢 你就只要执行指令就可以了 那这上面呢 你会发现 它会要给一些参数 像是driver classpace 然后 你的db的username password 那最后你只要执行一个myguide 它就会把你刚刚在xml里面设定的内容 同步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我们会来一个很快的demo 首先这边我有准备一份demo的程式 你们可以在我的eHub上面找到 那我的这份程式非常的简单 我提供了几个步骤 首先第一个是initial 我的资料库 那接着呢 修改资料库的table的内容 像是加一个primary key 然后增加一些constraint 然后可能修改table spreit table 那接着到后面 你会看到会像是 产生资料库的documentation 然后呢 你也可以看到 我有做一个叫做 dif 我可以针对两个资料库的内容 去做比对的动作 OK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范例 首先是initial的部分 我在这里面呢 我加了一个changed set 然后呢 建立一个table 这table里面呢 有这些栏位 接着 我的这个table呢 我需要一些initial的data 这个initial的data呢 我是从一个csv的file读取 csvfile就在这里 它是一个 电话的内容而已 就是一些名字 要电话 这些栏位 然后是要读进来 然后塞到资料库去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别分 那像增加primary key 就会找到像我要加上哪些栏位 然后给它设定什么值 然后以及其他的咨询 那其实每份档案的内容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首先我先执行一句 所以这一句啊 我这句只是要看 我针对我刚刚所做的设定 第一份initial资料库这一件事情 我可以先预先看一下 这它里面产生出来的西口 是不是我要的 那如果是你要的 那你可以执行update 或者是说 如果你不想确认 那你可以直接执行update这个动作 那接下来我要执行整份 那你不想确认 在這邊我用的資料庫是一個H2的database 就是你如果想要測試看你的資料庫 或是你的SQL有沒有問題的話你可以使用 它也支援很多資料庫的格式 像是H2買SQL、Oracle或者是SQL Server之類的 現在如果你們有看到它已經開始在產生Documentation這一塊了 所以當我們程式執行完以後 因為我是在我的目錄下執行的 所以你會看到我剛剛做了一連串的結果 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是用MySQL的話 你可以直接開啟MySQL你的database manager的工具 你會看到你的資料庫的欄位的異動的情況 如果像我H2我有懶得開Console的話 你就可以看Documentation 這個就是它產生出來的Document 你就可以看到說我今天建了哪些欄位 然後我有什麼樣的資料 然後一些其他的資訊 包含你今天如果把資料庫的欄位從三個變成兩個 那它也會跟著反應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你的資料庫 因為你的異動 結果造成有一些欄位開在那邊 結果就不知道怎麼處理它 甚至是像有一些資料 你今天想要insert data進去 那接著你之後想要做 把那些資料庫update 轉配去的時候 那它也可以反應到這上面 那好處是 你今天可以做單向的MySQL 所以你就可以做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rollback 那接著我們說一下它提供了哪些工具的整合 它會提供一下ent 如果大家還有繼續在用ent的話 那比較紅的就是像MaphoneGradle 你可以找到它的Plugin 那Spring直接就可以支援 那如果你今天是Mac的使用者的話 你可以透過HomeBee把它裝起來 它就可以讓你直接在Kamela下這個指令 那總結一下 它可以幫你很簡單的做到Migrate的動作 那今天如果你有問題 你可以做rollback 所以通常我們會配合著像你的Git 或者是Subversion 當你今天程式做rollback的時候 你通常有時候知道過程會做rollback 那這時候就可以同步一起做 那有時候你會遇到像你今天程式deport 到UAT的Server Stage的Server 那或者是你有程式是在BadachianServer 你今天想要比對說 這兩邊的資料庫有什麼不同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TOOF 那另外一個你可以使用它的 Junited Document功能 去看說 我今天我們有哪些資料庫的欄位 我要提供給我的partner 讓他們比較好瞭解 那當然啊 這所有的好處都只是為了一個 就是讓你做你的DataBase的reflector 是更方便的 那在這邊我就一樣繼續賣書 推薦大家三本 第一本是reflector in database 第二本是continued equation 那最後一本是continued delivery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話 就可以參考這三本書 那我的內容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題想要問 你可以讓我們看一下 你Github到底是什麼 因為Steven Wang實在是太多人了 我找不到你的Github 謝謝 你可以到這邊來 請教一個問題 它這個軟體本身是要有錢的嗎 它收費模式是怎麼樣 你剛介紹的Liquidbase 它的那個 License 或怎麼樣 它有收費嗎 沒有 它Free Open Source 對 那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到 liquidbase.org 去看 它的Documentation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用Flyway的話 你們可以去Flyway的網站 只是Liquidbase跟Flyway 它們所支援的格式不一樣多 所以你們可以評估你們自己想要用的Format 然後去選你們想要用的哪一種Library 那基本上兩個東西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找Maphone的Plugin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你會看到Liquidbase Maphone的Plugin 如果是Gradle的話 有一個Liquidbase Gradle的Plugin 那SpringBot跟Liquidbase的整合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Spring Project下面的SpringBot的Sample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個Liquidbase整合的Sample 整合非常的簡單 它包含Liquidbase還有Flyway都有Sample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用這個工具主要就是說 未來如果你的Database的管理 就是透過那個SML去做管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我現有的Database 我可以透過工具 產生出這個自動產生出一個SML嗎 可以 它不是只能產生XML 就是看你們的習慣 像它也支援比較新的 像YAML檔 就YML檔 如果你們習慣用那個的話 那我可能開一下 今天我們也會針對那種既有的Database 那既有Database 就是你如果要去處理它 產生那個檔案 自己一個一個寫 那超凡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一行指令 JunertChangeLog 它會直接去Code 你的Database裡面的所有Table Schema 幫你Dump出來 成那份XML檔 或者是你想要自己指定你想要的格式 那你就可以基於那一份東西以後 再開始繼續修改 謝謝 你剛剛有介紹那個Liquid Base跟Flyway 那你覺得說它兩個 這樣聽起來你兩個都用過 那你覺得在使用上兩個最大的 除了你剛才說Schema以外 Support Schema不同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差異性 提供我們在選擇上面做一些判斷這樣 謝謝 就以功能來講 兩個是一樣的 就是一樣都可以做 MicroWay 可以做Rawback 可以幫你CleanDatabase 都可以 那差別差在Liquid Base支援的Format比較多 Flyway我印象中它只支援CQL 就是四種格式 Liquid Base支援XML YAML 然後Json 然後跟CQL 都支援 但是Liquid Base只支援CQL 我印象中是只支援CQL 所以在選擇上 或者是你想要跟你一些其他程式整合 或者是像是自動產生的話 那你選擇性就會稍微被限制 這是主要的差別 不好意思可以提問嗎 這邊 就是我們的產品 除了Database之外 有一個搭配的另外一個 Content Repository 那這種Migration方式可以有 額外的callback或什麼嗎 還是只有針對Database 它的工具目前只針對Database 所以如果像你需要callback到其他的 Content Service的話 你可能就要自己寫程式了 或者是像如果你們使用Maven 或Gradle的話 那你就要在Plugin上面去做整合 對 那一個既有的已經用Hypernet管理的Database 可以導入這樣子的東西 可以 那假設你們原本已經使用像Spring Boot 或者是Hypernet 或者是Spring Data JPA之類的東西 我會建議你們如果用這個工具的話 把你們原本的Hypernet的DTL Auto 改成Fed Data 不要再去做CueA或CueA Drop 因為你今天這個工具跑完以後 你的Hypernet又重新再跑一次 其實是沒有多大的意義的 那只做Fed Data的好處是 你可以分開來看 就是這工具幫你產生後 你要的Schema以後 你的程式只需要做驗證 就是那些欄尾有沒有存在 或者是那些Content是不是你要的 所以你的程式就可以做 另外一方面的Testing 好 那我們最後再掌聲 謝謝Steven Wang為我們帶來的分享 謝謝